北京时间8月3日,法甲豪门巴黎圣志尔曼俱乐部官方宣布,中国女子足球国家队队员王双正式加盟巴黎圣志尔曼女子足球俱乐部。 王双与俱乐部签约两年,合同监制2020年6月30日,王双是中国女足的进攻核心,现年23岁的王双拥有非常细腻的脚打,具备出色的结合球能力,任意球更是他的绝招,多次在比赛中打进漂亮的任意球直接破门,被球名称为女足梅西。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王双近期打进的精彩任意球,在今年女足亚洲杯的第三名争夺战中,王双任意球直接破门,帮助中国女足击败泰国女足,多得亚洲杯第三名。 同样的本届亚洲杯小组在第三轮中,中国女足8比1击败了东方主乐弹队,在这场比赛中,王双就上演帽子计法,其中就包括一脚漂亮的任意球破门。 此外阳力进球也是一场精彩,在2017年佛山女足锦标赛,中国女足2比0战胜泰国的比赛中,王双打进了一粒石破天津的任意球破门。 在2018年佛山女足国际邀请赛上,中国女足在三场比赛中全部取得胜利,以三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在四比0战胜越南队的比赛中,王双打进了一粒漂亮的进球。 他在接球的一瞬间并没有完全控制好球,随后领巧的用脚搁回皮球,直接一脚弄射破门。 同样在本次佛山女足邀请赛中国对这哥伦比亚的比赛中,王双再次任一球直接破门。 在去年的一场友谊赛中,王双主拔任一球,墨西哥女足门将虽然抱住了球,但是随后后退了两步,主裁判认定球整体过了门线,进球有效。 中国女足最终三比二战胜墨西哥女足,在和克罗比亚的友谊赛中,王双开场六分钟便打入一脚漂亮的搓射,为女足取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2016年的永川国际女足邀请赛上,中国队在开场六分钟就丢球,但是王双在下半场打进一粒漂亮的进球,让对手无力招架。 王双最为球迷铭记的是这两个球,在15年世界杯和新西兰的比赛中,王双精彩的马赛回旋经验众人。 此外在一场中美女足热胜赛中,王双折杀对手,结束了12年内国际A级赛事中对美国的26场不胜的尴尬纪录。 看完这些进球后,很多球迷感慨,真有种梅西记事感,但这只是王双进球级紧重的一部分。 但是王双还有很多进球没有被记录,因为女超连赛的不完善,王双在俱乐部的很多进球无法呈现出来,但是我们相信王双能在大巴里有更好的表现。